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来看看植物肉大佬Impossible Foods的最新动向 公司CEO彼得·麦金尼斯透露 他们正在考虑出售公司以便更快地实现扩展目标 此外 他们还在考虑大规模融资或IPO 但目前还没有最终决定 接下来 我们关注美国股市 随着华尔街从假期中回归 美股期指在创纪录的高点附近保持稳定 投资者们正密切关注即将发布的6月就业报告 预计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19万 失业率将保持在4% 最后 让我们转向香港 香港金管局因DBS银行违反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规定 对其罚款1000万港元 调查发现 该银行在2012年至2019年间 存在监控不力和未能在高风险情况下 进行强化禁止调查等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Impossible Foods的CEO Peter McGuinness 在一次播客中透露 公司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内出售整个公司 以便更快实现其使命 并为投资者和员工带来更好的回报 虽然他没有排除进行IPO或大规模融资的可能性 但出售公司这一选项是一个新的策略 尽管公司在2021年11月筹集了5亿美元 但目前仍未盈利 这反映了对植物鸡肉类需求的下降 和业务效率低下的问题 McGuinness表示 公司的首要任务是改进基本操作 增加分销 提高知名度和提升食品质量 与竞争对手Beyond Meat的IPO经历相比 Impossible Foods的IPO潜力显得更加不确定 Beyond Meat在2019年5月的IPO大获成功 但由于疫情影响和消费者对植物机食品健康性的质疑 该公司目前的股价大幅下跌 Impossible Foods也面临类似的挑战 最近不得不裁员以应对财务压力 Yahoo US报道 马里科帕县检察官Rachel Mitchell批评了美国司法部DOJ对凤凰城警察局的调查报告 称其为政治驱动的文件 未能全面呈现事实 Mitchell指出 DOJ报告未能询问为何有那么多人向警察开枪或持刀威胁他们 也未提及联邦政府未能解决芬太尼泛滥和开放边境导致的犯罪问题 他强调 许多报告中提到的情况是嫌疑人犯罪后有人报警 但DOJ质疑警察的介入目的 并未提及犯罪受害者 Mitchell认为 DOJ的最终目的是控制地方警察局 而这种控制不会使凤凰城更安全 反而会增加暴力犯罪 并消耗大量资金 他呼吁将监督权留给凤凰城警察局局长和市议会 而不是DOJ Yahoo US报道 美国股市期货在周五保持接近历史高位 投资者关注即将公布的6月就业报告 标普500期货在周三和周四的假期后 保持基本不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也保持平稳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内斯达克100期货 则小幅上涨0.1% 市场预期6月非农就业增长将放缓至19万人 失业率保持在4% 早些时候的数据表明 劳动力市场条件有所放松 这增强了通胀将继续降温的预期 为美联储在9月降息铺平了道路 投资者关注的关键问题是就业增长放缓 是否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化 还是更广泛经济放缓的早期迹象 在其他方面 英国工党在大选中的压倒新胜利 吸引了投资者的注意 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 政治风险加剧的背景下 AI热潮推动了三星电子的季度利润 飙升至去年同期的15倍 带动其股价创下三年新高 与此同时 加密货币相关股票如Coinbase和Marathon Digital 在比特币对美元汇率下跌至2月以来最低水平后 盘前交易中下跌约6%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税务局局长胡锦麟强调 数据在税收执法中的重要性 并指出中国迫切需要立法更新 以支持数字化转型 发票发票是中国税收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胡锦麟表示将加快税收征管法的修订 提高税法执行的力度和精确度 并继续宣传税法 他还提到 数据将在解决问题 堵塞漏洞 风险防范和提高效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最大的变化是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统一税务数据和管理 胡锦麟强调 随着中国数字化进程的推进 需要提高税务管理和执法的标准 并消除税务部门中的思想误区和执行偏差 虽然他没有详细说明哪些税种将进行立法 但目前中国的18大税种中 已有13个有专门的法律 预计中国将推出其黄金税系统的第四阶段 重点从基于发票的程序 转向以大数据为中心的管理结构 CNN报道 随着利率削减的预期被推迟 华尔街寄希望与企业盈利 来继续推动2024年股市的上涨 分析师预计 标普500公司第二季度盈利 将同比增长约8.7% 这将标志着该指数连续第四个季度的年度盈利增长 强劲的企业盈利帮助标普500 今年已经上涨了16% 并多次创下历史新高 尽管第一季度的通胀 推高了利率预期 但最近几个月的数据显示 通胀正在再次降温 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 价格已经回到了通缩路径 但需要看到更多数据才能放松利率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大银行和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 这些公司的出色表现 占了今年市场大部分的收益 标普500的总回报率在今年上半年 包括股息在内达到了15.3% 纽约时报报道 投资者预计即将发布的6月就业报告 将显示招聘速度放缓 这将加强他们对9月开始降息的预期 较低的利率通常会伴随市场反弹 因为这会降低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 追踪大公司的股票指数在最近几周有所上涨 而追踪较小公司的罗素2000指数则基本持平 经济学家预测6月就业报告将显示劳动力市场健康 但新增就业岗位减少 工资增长放缓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的迹象 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如果经济数据继续如此 联储可能考虑降息 投资者预计联储将在9月采取行动 并预计今年将有两次四分之一点的降息 德意志银行的分析师指出 数据比预期的略微疲软 这增加了经济在下半年失去动力的主题 Mikai Asia报道 香港金融管理局对新加坡最大银行 DBS集团旗下的香港分行 处以1000万港元 约128万美元的罚款 原因是其违反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法规 此次纪律行动 源于金管局对DBS香港在2012年4月 至2019年4月期间的控制失误 进行的调查 金管局发现 DBS未能持续监控业务关系 并在高风险情况下进行增强禁止调查 还未能妥善保存部分客户的记录 DBS香港发言人表示 银行已接受金管局的决定 并强调这些问题是历史性的 银行已经实施了新的集团政策 以应对和管理新的洗钱行为 纽约时报报道 尽管过去一年 劳动力市场表现出惊人的活力 但随着职位空缺减少 和失业保险名册上的人数增加 美联储官员开始关注市场中的裂缝 中央银行家们最近明确表示 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 他们可能会降低利率 这是他们多年来试图通过提高利率 来冷却经济和重新平衡 就业市场后的一次微妙转变 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将利率维持在5.3%的高位 这使得获得抵押贷款或持有信用卡余额的成本更高 尽管通胀正在降温 但美联储官员表示 他们希望在确保通胀得到控制的同时 避免动摇就业市场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若看到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 也会采取相应措施 Yahoo!US报道 Wichita Falls-Wichita County公共卫生区 在6月24日至30日期间 对32个餐饮场所进行了检查 尽管在某一天的检查结果 可能并不代表该场所的长期状况 但卫生部门的定期检查 有助于确保居民和游客的安全 在这次检查中 多个餐饮场所获得了完美的评分 如Burke Burnett的Nights of Columbus和Senior Citizens Activity Center 以及Hibiscus Cafe Greek Specialties等 然而部分餐饮场所也被发现存在问题 例如YMCA Dillard Early Childhood and Youth Academy 被发现食品储存在地板上 化学品存放不当 标签和日期标识未使用等 Hunan's Chinese Restaurant 则因为冷藏设备温度不达标 手洗池缺少肥皂 以及发现蟑螂等问题被扣分 Yahoo US的文章中 作者Louis Kroskov描述了美国股市的现状 和未来的可能变化 2024年迄今为止 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16% 主要是由于像NVIDIA这样的巨型科技股推动 然而 标普500指数中只有24%的股票 在上半年表现优于指数 这是自1986年以来的第三狭窄的6个月期 同时 等权重标普500指数 今年仅上涨了约4% 截至周二 标普500成分股中约40% 今年都在下跌 下周将开始的第二季度财报季 将成为观察其他公司利润增长 是否能赶上科技巨头的关键时刻 投资者普遍认为 狭窄的上涨更脆弱 因为少数大股票的疲软 可能会拖累整个指数 但一些人希望收益在下半年会扩散 预计更多公司将发布改善的财报 许多投资者认为 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这可能会提着那些估值较市场领导者 更为温和的股票 南华早报的文章详细介绍了 中国在放宽签证政策后 外国游客人数大幅增加的情况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数达到1464万人 同比增加了152.7% 免签入境的外国人超过850万人 占入境旅客的58% 同比增长190% 尽管如此 外国游客数量仍未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2019年上半年有1553万人次访华 中国逐渐增加了 允许免签入境的国家数量 包括多个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 此外 还有23个国家达成了互免签证协议 包括今年新增的泰国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民可以每次访问长达30天 去年11月 中国还将过境免签政策扩展到54个国家 允许持有有效转机机票的旅客在北京 上海和其他20个城市停留最多144小时 为了吸引更多国际游客 中国还简化了旅行手续 包括允许外国游客使用国内支付应用程序 并提高了外籍人士在移动支付应用上的单比和年度消费限额 BBC的文章报道了 Eberding市议会一名员工 Michael Patterson因贪污超过100万英镑而被判刑的案件 59岁的 Patterson在担任市议会税务和回收团队领导期间 从2006年开始利用职务之变 持续盗取公款 直到去年被发现 他最初是为了偿还债务 但后来开始用这些钱进行海外度假 外出就餐和购买高科技产品 他的罪行是在一位同事对一笔交易产生怀疑后被揭发的 Patterson承认了罪行 并在爱丁堡高等法院被判处4年监禁 检察官Brian Gill Casey表示 Patterson一直希望自己不会被发现 但最终还是败露了 警方进入调查后 他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目前 市议会正在审查记录 并将联系受影响的居民 以恢复任何应得的税款信用 法官David Young Casey指出 Patterson的行为是对信任的严重背叛 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CNN报道 经济学家预计 美国6月份的就业数据 将显示新增就业岗位为19万个 较5月份的27.2万个有所减少 但仍保持强劲和稳定 尽管高通胀 激进的加息政策 疫情余波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 似乎注定会引发经济衰退 但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坚挺 失业率已连续30个月 保持在4%或以下 然而 劳动力市场已经正常化 一些数据表明 经济正在放缓 消费者支出减少 工人对工作保障的信心下降 ADP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 在一次电话会议中表示 只要就业增长继续逐步降温 经济状况仍然良好 但如果降温速度从逐步变得陡峭 那将是一个警告信号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 持续申请救济的人数 也上升到自2021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表明一些工人失业的时间更长 尽管裁员活动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激增 但劳动力市场的其他指标 如平均小时工资和劳动参与率 显示出市场正在适当降温 纽约时报报道 周五的月度就业报告预计将显示 6月份新增就业岗位为19万个 较5月份的27.2万个有所减少 尽管经济总体保持稳固 失业率仍然很低 股市处于新高 工资增长超过通胀 但劳动力市场处于敏感状态 裁员接近历史低点 但招聘率显著放缓 这意味着失业者找到新工作的难度增加 自2022年以来 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 这使得许多小企业的贷款成本增加 限制了其扩展能力 尽管如此 大多数企业和家庭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强劲 银行账户中的现金缓冲比2019年更多 分析师预计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 鲍威尔和其他政策制定者 在通胀控制任务完成之前 不会放松借贷条件 牛津经济咨询公司首席 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南希、范登、豪腾 在本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 劳动力市场足够健康 使美联储能够在降低利率之前保持耐心 南华早报报道 习近平主席主持的高风险共产党会议 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 预计将为中国8.4万亿美元的股市注入新动力 但一些分析师表示 投资者需要管理预期 超过370名中央委员会成员 将在7月15日至18日的全体会议上 讨论未来5到10年的改革和发展政策 会议议成可能包括财政和税收改革 开放政策、技术创新和房地产市场修复 尽管政府干预引发的股市反弹已经失去动力 但投资者仍在寻找新的增长驱动因素 沪深300指数自2月低点以来 已收复约16%的涨幅 分析师表示 市场希望看到实质性的市场导向改革 而不是政策现状 尽管上海和深圳的一线城市房屋销售有所回升 但全国其他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 历史数据显示 第三次全体会议通常会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 过去5次会议中有3次市场表现良好 投资者应期待会议为中国经济注入信心 并推动消费支出增长 NoMora Holdings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婷表示 投资者应降低对爆炸性改革或刺激措施的预期 因为会议通常制定长期路线图和战略 而不是宣布详细的经济政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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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